江湖有言 得屠龙刀者即可号令天下 不龙刀在我天鹰教的手上 反应有不从本教者 毁邦虐派 因素素代副主持杨刀立威大会 他手持屠龙刀 震慑群雄 不料下一秒 金毛师王谢迅 金毛师王谢迅 武功高于因素素恩贝 只见他单手稍微用力 便将屠龙刀夺了过去 可那因素素也不是饭桶 就在宝刀脱手的瞬间 他转身抬腿 将屠龙刀踢至半空 在场的格鲁大神剑撞 纷纷飞身抢夺 哪只屠龙刀下坠时能过大 众人刚靠近他 就被震了回来 宝刀刀尖向下 以雷霆万军之势 轰然落地 强大的冲击波 直接将周围的卡拉门阵飞几张开外 还在打斗中的音素素和谢迅 看到宝刀就想去夺 不料却被一白衣男子抢占仙境 张翠山没想到 这家伙居然如此草菅人命 他素以侠义为先 不忍伤计无辜 只好乖乖交出屠龙刀 乃至谢迅拿到宝刀后 还想大开杀戒 张翠山一脸猛逼 不知道这个魔头为何执意这么做 这是一旁的音素素告诉他 谢迅这是要杀人灭口 防止屠龙刀下落泄露出去 日后武林中人个个都找他麻烦 张翠山宅新人后 自然不会任由谢迅为所欲为 他灵机一动 提出要与谢迅一较高低 赌约为 若是自己输了 就抹脖子自尽 要是对方输了 就得放过在场所有人 谢迅虽然不狂妄自大 但也无法容忍一个后生晚辈 在他面前搬门弄斧 因此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 张翠山接下来鄙视的居然不是武功 而是自己一窍不通的书法 望着那笔走龙蛇的24个大字 谢迅只好认输 我谢迅 言而有信 我会对你们怎么样 过来 张翠山和殷素素都以为平安无事了 放心向他走去 结果下一秒 他们就被点中学到 放倒二人后 谢迅便跳到人群中间 张开血盆大口 使出独门绝技师吼功 将在场群雄全部震倒 有的甚至当场暴体 一命呜呼 而那些侥幸存活的人 从此都成了疯子 再也想不起说不出过去的事情 屠龙宝刀虽然到手了 但对于此刀何以能够号令天下的秘密 谢迅却百思不得其解 为了弄清其中原委并远离是非 他带着张翠山和殷素素飘扬过海 打算寻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慢慢琢磨此事 乃至帆船才走几天 就遇到了狂风暴雨 还出了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